舍得 舍得 有舍 才有得 多舍 多得 少舍 少得 不舍 不得 最多会背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到时候你就舍不得了 你一舍不得厚望无穷 口口声声 钱财是身外之物 但是连一毛钱都舍不得 那是典型的手才能 你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我要留给子孙 那我请问你 你留给子孙是为他好 还是为他不好? 我们现在正式地提问 有钱人他不是自私 他不是为自己 他因为自己受苦受多了 他不希望他的子孙 像他这么受苦 所以他想给他一批钱 那他们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这很好啊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出发 多神气啊 但是真的会这样吗?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度的问题 你给他合理的钱 他知道我有这个 我要爱惜 我们平常 经常听到一句话说 一个人要先学怎么样花钱 然后才去学怎么赚钱 没有一个人听得懂 哎呀 钱都还没赚进来 还学不学花钱 金钱观就是先教小孩怎么花钱 他这辈子对钱的价值观 他知道怎么花钱才合理 他长大以后 他所赚来的钱 第一个不会是不义之权 第二个他不会变守财头 他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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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